嗨,大家好,我是Kindy Ge,欢迎收听告聊音乐 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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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聊音乐,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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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快地来聊天啊 好久不见了大家 我真的是晚一点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最近在忙什么 这一个多月了吗 对不对 我印象中来应该有快要一个月 没有发podcast 那我介绍完今天 要来介绍歌曲之后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整个生活模式 还有我想聊的一些东西 那今天呢 先让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歌曲 第一首歌呢 是来自孙胜熙 为最新的台剧 天桥上的魔术师 所演唱的主题曲 小新翻阅 那孙胜熙这位歌手呢 其实我是从星光大道那个时候就 开始知道他了 但是对他的作品啊 歌曲啊 一直都不是很熟悉 是一直到去年听到他的全新专辑 出墨地带里面的前夫妻这首歌 我才真的开始来好好听 就是孙胜熙的作品 但是我发现 他的出墨地带这张专辑的曲风 全是跟以往他的专辑真的都 比较不太一样啦 就是算是 基本上应该是全RMB的一张专辑 然后也有发现说 他这张专辑更凸显了孙胜熙 声音特质上的魅力 因为我觉得他比较初期的作品 作品在诠释上啊 都有一点蔡静雅的影子在里面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子觉得 因为我在回头听他的专辑的时候啊 有好几度都觉得哇 他是不是有跟蔡静雅合唱 就是这些歌 有很多的口气 我都听得到蔡静雅的口气在里面这样子 那是一直到第四张的专辑 西游记 才比较感觉的出来 孙胜熙本人声音上的特色 而这张专辑全RMB的风格 我觉得啦 是孙胜熙很喜欢也很拿手 然后当然也是很 对他来讲很舒服的一个曲风 所以在声音上的空间感啊 就完全的展现出来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仔细听 孙胜熙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音场 就是很空旷 润举很广很宽的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去 把你包围 就是很饱满的一种声音 但我一开始一直觉得 就这个是他们后制回音混出来的一个音色 因为回音真的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 当然不能到很完美 但是要弄出这样子的特色是弄得出来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 孙胜熙的声音 然后开始去找了很多他的房台的影片啊 live演出的片段啊 才发现他讲话的共鸣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一个讲话跟唱歌共鸣 差不多的人 所以他光讲话的声音就很宽广了 那我真的是听到后面 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耶 就是怎么会有人的声音 因为他讲话的声音的整个 也有可能是他是韩国人的关系 就是本来咬字上就跟我们 就是华语的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 就是他连讲话的声音都可以很宽很广 你会知道他的声音发声的位置 是很里面发出来的 整个声音是很宽 然后很包围式的这样子 那我们回头再来讲一下 今天我要讲到这首歌 小新翻阅 那小新翻阅 小新翻阅这首歌呢 是天桥上的魔术师的主题曲 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 他是的这部剧的背景是在台湾1980年代 描述当时台北最大的公有综合商场 中华商场里面的故事 那他也是改编自同名的小说 原著的作者是吴明毅 那里面谈到的东西有很多啦 但是最核心讲的概念叫做消失 我觉得大家看了这部剧之后 会更能理解 孙孙熙这首歌曲小新翻阅 因为我觉得这个翻阅 我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是蛮多的 就是他可能不只是阐述当时在 就是台湾当时的气氛是解言的前后嘛 因为1980年代 解言前后的时间上 有很多的作品是被禁止的 那有些地方就这首歌曲 有些地方也有符合剧里面的角色们 像是歌词有讲到的 与时针翻阅着生命 才明白那模糊的曾经 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去看这部剧啦 像是时间翻阅着生命 嗯 里面的那个男主角 就是那个小朋友 他手上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表 然后在第一集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不一样的特效啊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要 好好的去看一下这部剧 我也蛮推荐的 因为我觉得很好看 目前演到第六集 然后你们看完这部剧之后 才能更了解这首歌 那整首歌的主要听觉呢 走一个比较抒情的风格 以钢琴啊弦乐为主 那最后情绪起来的时候 再搭配一点节奏效果的鼓 算是我觉得蛮中规中矩的影集主题曲啦 但是主题曲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必须得要搭配着剧 里面的桥段啊还有情节 整首歌的色彩 就会显得更多才多姿 是一首好听的歌 跟一部好看的剧 然后介绍给大家 这首歌是来自 孙盛熙为天桥上的魔术师 所演唱的主题曲 小心翻阅 然后他的那个 就是去年底发的那一张 出没地带这张专辑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 去听一下 他现在 已经上了很多的通告啊 宣传啊 所以如果我很常在YouTube上面看 影片的人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孙盛熙在各个不同的节目出现 去分享跟宣传他这张专辑 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算是 孙盛熙蛮 也不能说突破 因为我觉得他 本来应该就很爱 R&B的曲风 但是很难有一个机会 把整张专辑都弄成R&B 然后让他来诠释 让他去玩这样子 然后里面也 基本上都是他的创作的作品 所以还蛮期待他 有可能今年金曲奖 可能又可以让大家好好期待一下 他可以入围什么样子的奖项 跟获得什么样子的奖项 来自孙盛熙的 《小心翻阅》 那第二首歌曲咧 第二首歌曲要介绍的是 林鸿宇的《你怎么来了》 那林鸿宇这位歌手呢 如果你常在Street Voice 就是接生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听歌的话 大概从2017年开始 会对林鸿宇这个人 应该蛮不陌生的 就是这位新人歌手啦 其实是在网络啊 以及Lifehouse 还有街头的演出中 算是深耕 大概有六年之久的时间 有六年多了吧 我也印象中 那是一直到去年2020年 才正式加入华纳 成为他们这个Wing计划 就是Warner Influencers Network 就是潜力新星计划中的新人歌手 然后也是在去年的时候 才比较频繁的 数位发行他自己的单曲 那他的YouTube频道 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 就开始上传了很多翻唱的歌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听过 所以我自己也算是从去年的时候 才发现这位歌手 他拥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嗓音 而且所有的歌都是他的自创曲 我去年其实 很早就想介绍他啦 但是因为在要介绍他的时候 我就遇到那个 就是金曲奖的预测 所以就又拉掉了好几集 然后在最后 要分享的歌当中 就是我觉得也可能是时间过得有点久了 就是离我那时候想要介绍 当然是当下最好嘛 可能是当个月份 或是他刚发 刚发新单曲的时候介绍 会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有点过了那个时间 然后后来 我有在我的 就是年底的回顾里面 有想要 好好的介绍这一位 我2020年才发现的歌手 我当时听到他的歌是 他的那个 I've got my freedom 这首歌 觉得哇 这是谁啊 这是谁 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 这么温暖 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关注他 但是也是因为 资料不够多啦 毕竟他当时 还没有很多的报道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作品 就是除了翻唱的歌之外 其实没有太多他自己的作品在网路上啊 然后也 嗯 算是一个刚起步的歌手啦 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 嗯 好再等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 嘿嘿 这一次 林鸿悠又再次发了新单曲 叫做你怎么来了 那这首歌曲呢 主要是在讲说 已经分手的一对恋人 嗯 已经分手就不能说恋人 就已经分手的两个人 再次看到对方的时候 心境上的感触啊 想法啊 不舍于 祝福这样 那就是说 哇 再次遇见你 不是我预料中的事情啦 但是在这 巧遇的短短几秒钟之内呢 好像又把自己拉回到两个人过往所有的回忆里面 就是想起以前听过的歌啊 彼此以前 微笑的样子啊 或者说过的承诺啊 保证 还有那些一起度过的日子 就是回到以前的宇宙当中的这个感觉 但是嗯 毕竟只是巧遇嘛 就几秒钟过后回到现实 我们还是要跟彼此道别 还是要说再见 那可能还是会想到当初放不下的那个心情 但是都过去了 就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可爱的地方就是 它虽然是在讲一个 比较倾向于舍不得的故事跟事情 但是它的曲风是很轻快 然后很温暖的 所以如果你光看歌词的话 或许会觉得哇 心里酸酸的 但是搭配上曲之后 你反而会觉得嗯 这个人应该是长大了 就是这段感情对他来说 是让他有成长的 而且是很正向的 那我自己听完的感觉啦 就是我我也觉得 嗯 一段感情的结束 你要得到的东西本来就应该要是好的 而不是很多负面的情感 但其实 就你讲实在这种事也很难说 就如果你在好死不死遇到恐怖情人的话 你真的是除了赶快逃离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所以就是嗯 我们要 督促自己 就在选择另外一半之前 要真的好好的了解对方 然后再去做决定 所以这首歌呢 就是来自 林鸿雨的 你怎么来了 那非常温暖 好听的歌曲 也是 蛮有 潜力的一位新人 呃 刚加入华纳拉 我希望他之后 我听说他 之后大概四月左右吧 会有一些专场 所以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呃 除了可以去搜寻他的YouTube频道 去听他翻唱的歌曲啊 那也可以去追踪一下他的Instagram 然后他的 应该是所有的资讯都会贴在上面 大家可以去 好好的 认识一下这些新的歌手 这样子 所以 今天的两首歌 其实我讲蛮快的 因为我很想要聊一下 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 哈哈 所以今天的两首歌呢 分别是来自 孙顺希的《小心翻阅》 还有林鸿宇的《你怎么来了》 那 好 介绍完两首歌了 就是 我 这一阵子呢 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发podcast 是因为 因为 呃 大家如果知道我 前几集有讲过的话 就是 我自己是有在玩音乐跟 混音啊 录音的人这样子 然后我最近 就是 混了一首我自己的创作 然后也是我自己写的歌曲 叫做 《自己》 那这首歌 我觉得很好玩啦 它就是 算是一个 我学混音跟录音这 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 给自己一个 小 段考吧 就是一个期中考的概念 它真的没有到很厉害 但是对我来说 嗯 及格 我不是说好不好听这件事情 是 我混音的技巧啊 跟混音的 就是方法 对我自己来说 目前现阶段的我来说是 及格的 但是我听 就是及格而已 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现在的 能力来讲 它应该已经算是 哇 就是 请尽全力去 就是完成这一个作品 的这个样子 应该说我能力还没有办法到 真的很好啦 所以端出来的东西 当然就没有办法 像市面上 就是 呃 真的是可以输贵 发行的歌曲 所以这首歌叫做 《自己》 然后主要也是在讲 嗯 我好像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 我们长大之后 我有我印象中啦 我当初写这个首歌的时候是 好像是看到新闻 还是身边的某一个 朋友的故事吧 就是说 他们 就是我们长大之后 就是为了要 嗯 顾自己的面子 然后 明明是自己犯错 却死不认错 都会是别人的错 这样子 就是 哎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 就是有些人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立马原谅自己 虽然他是错的 但他还是可以立马原谅自己 他已经被自己 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弄得很黑了 就整个形象还什么的 就是把自己弄得很黑了 他也是可以把自己装作很透明 很清白的感觉 所以 这一个是我 创作这首歌 一开始的 就是一开始的心情 然后 后面主要是说 就是 哇 我们长大之后 就是还是会很想要 回到 就是当初那种小时候 比较单纯啊 天真 那个 那个时候的样子 就是什么都 应该说无忧无虑啦 就什么都不用去 care 然后 没有赚钱的压力 没有付 就是要付该付的东西的压力 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那些都没有 那就是想要回到以前那个时候 然后也不需要为了就是什么功成名就啊 或者说为了往上爬 然后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是主要的 这样子 就是这首歌 是在讲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最后呢 就是 还有一个点 是在讲说 不管怎么样子啦 我们在 长大这个 循循秘秘秘的过程中 好像都想要抓住 一个人的 就是好像要再找一个依靠去 依赖另外一个人 找一个肩膀 可以 承担自己的东西 但是其实 根本就没有啊 对不对 就是 到头来 能够给自己坚强的人 只有 自己而已 对 就是你自己必须要想通 这个点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 为什么会做错 为什么你会觉得难过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自己要去消化 那别人可能只是辅助 或是 点你 有些人根本就不care你的心情 到底是怎么样 就像 有些人会说 哇 我好像遇到一个贵人 然后他 跟我说了一些 什么话 然后我被点醒了 但是那一个人 真的是为了 要帮助你 去跟你讲这些话吗 不尽然 对不对 就是不尽然 他是真的是为了要帮你 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 你的处境是什么 他可能只是无意间聊天的时候 说了一些话 然后你从这些话里面 得到了一些领悟 但是 要不要做 或者是要不要 去领悟这件事情 终究还是归于 自己的决定跟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我 希望讲的东西是这样 就是 所有的爱跟温暖 还是要自己给自己 那个力量才会很强大 那别人给的东西 当然就是加分 或者是当然就是辅助 这样子 所以这首歌 自己 这就是我这 就是从 过年介绍完 那个博恩的歌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用Podcast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每天 埋头苦干 在玩这个 混音的东西 然后 过得非常快乐啦 然后时间 咻咻咻一下就过了 我也没有意识到 哇 我好像都没有 在介绍歌曲 但是 有 我有把Podcast 这件事情 还是有放在心上 然后 偶尔 因为我真的是有 将近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真的要看一下 我上次 发Podcast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因为 我真的有将近 好久好久时间 我是完完全全 没有 打开 就是Podcast的 后台 去看一下我现在 就是现在的状态 就是频道的状态 是长怎么样 虽然是有点 对 有在听的人 有点过意不去 但我好像就是 也没有办法 放下 我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 sorry 对啊 然后 其实这一阵子 像我为什么 会想要介绍 林鸿宇这首歌 是因为 就是分手这件事情 还是 我觉得对人来说 都还是一个 蛮大的课题 就是 哇 就是分手 其实没有什么 好 嗯 我如果说 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会不会太冷血 就是 分手这件事情 就只是你们两个 缘分到了嘛 然后你们 整个状态 不在以前的状态里面了 所以你们才会 就是其中一方 才会想要 离开 那这个离开 我觉得 嗯 当然没有不好 因为你 死着 就是 厮守把对方 就是锁起来 这要用锁起来吗 就是你 厮守把对方 嗯 拦在身边 那另外一个人 其实也不会开心 所以我觉得感情到了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要嘛就是往上 那要嘛就是做一个 完结 就是你知道你们两个 不可能在往上的时候 那就是 迟早会完结 对不对 就是你们努力过了 但是也尝试过了 但最终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你发现 你跟这个人 应该也没有办法 再继续往下走了 你们的价值观 或是你们的观念 什么的都 开始变得不一样的时候 就是要去好好思考 说你们这段关系 到底会不会 可以继续下去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always推荐大家 就是早一点离开 为什么要早一点离开 就是你拖着要干嘛 你就是把自己个人拖着而已 然后你 你可能自己也不开心 然后另外一个人也不开心 对不对 就是一定会有 其中一个人不开心 那这段关系 就绝对不可能长久啊 所以 这首歌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就林鸿宇这个 你怎么来了 很棒的地方 就是 他们两个虽然分开了 然后也很 也很舍不得彼此 但是 他们就算在遇到对方的时候 有那种舍不得的感觉 但他们也不会因此 要再跟对方有 太大的交集 就是诚心的祝福对方 然后两个人再次的 各奔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最 最好的一个 结果吧 就除非你真的觉得 哇 我们超有机会复合 然后复合之后还可以 结婚一辈子 那就算了哦 那就是例外了 但是基本上很少人 能够遇到这样子的 就是前任 就是很 很难啦 对不对 你要跟前任复合 然后又走一辈子 这样子的案例 不是没有 但是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你们分开一定是因为 某些问题 某些原因 没有办法解决 两个人才会离开 不然都好好的 干嘛要分开 对不对 就是一定会有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才会导致这段感情的结束 所以其实这一段期间 我也 不是我自己 就是我身边 有一些朋友 也是面临 这样子的情况 那 我都是倾向于 让他们好好的 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是我不劝离 我也不劝合 但是你要听得清楚 你自己的声音 因为决定权 还是在你身上啊 我又不是在跟你 你又不是在跟我交往 对不对 所以我通常都是 让他们自己下去做决定 然后应该说是 引导他们去 知道自己内心里面 到底希望的是什么 然后如果他 诶这样子 思考完之后 觉得我是更爱这个人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啊 也不是说最好 就是说 你至少知道 你心里要的东西是什么了 而不会这么的困惑 然后卡在那边 也没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动作 或是决定 对 今天这个好像有点 啊 我原本想说 好不容易回来了 聊一些 来一些好玩的 但是就 好啦 就是感情这种东西 就是很好聊 没有办法 然后我之后啊 因为我现在有 创作那个歌嘛 那 我有在思考 想要去投一下 就是一些比赛啊 一些地方 就是住 希望大家可以 助我一些顺利 我好像还有两首 创作要 就是要玩 所以我不知道 下一次 我很想要 就是继续介绍歌 但是因为 我只好 一碰到这些 我喜欢用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停不下来 所以 嗯 再看看好了 就是我还是会继续介绍啦 就是Podcast是不会停的 就是让我玩一下我喜欢玩的东西 然后我们偶尔也可以就是分享一下我最近到底在干嘛 然后也希望大家啦 就是我觉得生活里面就真的你在平平稳稳过的时候 如果你是很快乐的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平平稳稳过 你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经济压力生活状况 但是你发现你的生活好像好无聊的时候 去找事情做 嗯 不要怕 这么讲 就是不要怕说 啊这个我又不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你总有 你喜欢的东西 只是你还没有发现 那就是都去尝试 我朋友也是做蛋糕之后才发现 干 哦 sorry 就才发现 我怎么会这么喜欢做甜点 就是他以前也不觉得他喜欢做甜点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管是运动啊 兴趣啊 语言 或是一些学习新的知识 你可能 你可能是读文科的 但是你对coding有兴趣 你就去学 怎么写程式 其实这样 虽然是有点跳通 但是 嗯 这是真的要去尝试才知道你喜不喜欢嘛 所以 就是给 给这些 就是你们觉得 哇 我生活都平平稳稳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好无聊哦 的人 然后你又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但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的话 就去尝试一个一个来 不是有一些什么红十字会 有一些课程 是不是 就是好像有一些红十字会 还是什么的 他们会 每 每一个月还是每一期都会有一些课程 然后他这为期可能 四五个礼拜 一个礼拜 四五个礼拜 然后一个礼拜去一次的那一种 就大家也可以 那还是要付钱的 好像就几百块 那 看你上课的内容是什么 去取决于那个 金额的高低 这样子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 好好的想一下 或者是 嗯 在 真的是有闲暇 之余的时候 可以增进自己 我觉得对生活来讲都会蛮精彩 然后 更有活力一点 这样 那你如果你喜欢平平稳稳的 也是没有关系 就这样也是很棒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 你自己要很开心 好不好 那今天这一集podcast就到这边啦 那么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